感觉在上的全顾家当 嗨,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郎家慧 今天是10月22号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要闭幕了 那我现在呢,已经到了天安门广场 我身后就是人民大会堂 记者们呢,也都已经陆续的来到了现场 想要用自己手中的镜头和笔来记录下这一时刻 我刚刚从闭幕会的现场出来 那现在我的采访工作还在继续 我要赶往第二场党代表通道的集体采访现场 自中共十九大首次设立党代表通道以来呢 已经有多位党代表走上这个通道 来直面我们媒体记者的提问 增加了我们大会的透明度和开放度 我是中央企业系统代表吴彦生 我叫杨新权 杨彦峰 宋学文 刘丽 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来自海南省亚洲湾种子实验室 来自宁夏回租自治区 是一名孤交车驾驶员 是一名快递小哥 是大庆油田的一名石油工人 我们在今年将要建成中国的空间站 而实现六名航天员同时在空间站工作 这些年我们小哥的收入越来越高 大家的福利待遇也一样不少 好多小哥在老家住上了新房 而我在北京安了家 这些都受益于社会对快递行业 快递员的关注 经过努力全线最漂亮的建筑 和最好的环境就是学校 希望大家把之前 碑母上大学的我忘掉 我愿意做大三身处 孩子们的守梦人 刚才您在代表通道上的话 特别的鼓舞人心 那您下一步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下一步就是希望能够让大三身处的 更多的孩子通过读书 走出大三改变地域 为什么都在击掌 这是一种互相的鼓励吗 鼓励吧 因为大家来自全国各地 也在以后的工作当中 能彼此给予更多的支持 好的好的 谢谢代表 谢谢您再见 整场活动呢 持续了有一个多小时 有20多位代表都走上了代表通道 那他们当中呢 有来自于教育一线的 还有来自科技创新领域的代表 有快递小哥 有川剧演员 还有乡村教师 刘秀祥代表的发言 他特别的触动到我 他曾经呢 因为背母求学 而被大家所熟知 但今天 他在党代表通道上说 我希望大家已经忘记了 那个背母求学的我 而现在 我将是守护山里孩子们的守梦人 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 这些代表们 特别是基层代表们 他们撸起袖子 加油干的这种精气神 他们用非常朴实 而又非常富有激情的讲话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中国这十年来 在各个领域的长足发展 而作为记者的我们呢 其实也是来记录下 这些重要的时刻 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一周 对中共二十大的报道 能够对中共二十大 对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有了更加全面 更加深刻的了解